那现在我们再来学几样东西 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一些策略了 你们注意看 它背后基本上会有两样东西 是你一定要记得的东西 那我们注意看 它背后这边会有青少三条线 Resistant 3,Resistant 2,Resistant 1 Support 1,Support 2,Support 3 会有三条青,三条红 中间一条黄色的 所以这边黄色的 上面Resistant 1,2,3 下面Support 1,2,3 那这七条线怎么得来呢 基本上这七条线 它是用过往一天的走势 配合Fibonage的一个算法 一个数学理论 把它支撑跟主力算出来 所以说你不用去烦恼说 现在它的主力跟支撑在哪里 因为它已经帮你算好了 所以很多新手 它不会了解说我怎么画 所以基本上对一个新手来说 在外卫的第一堂课 你要学的东西就是高跟低 简单一点叫Support跟Resistant 所以说你只要找到最高做Support 最低做Bi 基本上就是自己赚钱了 所以就是新手要选的一堂课 那问题来的 我要怎么知道哪里是高哪里是低 第一点 只要记得R3是最高 S3是最低 了解吗 只要记得R3跟S 所以只要碰到R3 基本上这已经很高了 碰到R3基本上这已经是很低了 那未来会不会更高 不一定 它可能 但是我们以今天的量来算 它应该是怎么样 不要回来了 第二点 你们注意看 它背后有两条线 你们注意看 它上面一条红色的线 叫Daily Average Resist 下面条线叫Daily Average Support 这个Daily Average Support 怎么得来呢 很简单 那今天最高在这边 最底在这边 如果今天我拿最高 减上一天预测好的2390点的话 那它预测的支持在这个地方叫 蓝色线 Daily Average Support 为什么呢 因为假设你去到最高了 如果我假设它今天可以跑2390点 从最高往下掉到最底的话 那倒手如今最底的价位在Daily Average Support 那相对的是 今天我从最底 这个价位在这边 如果涨完一天2390点的量 那它应该在 Daily Average Resistance 所以这是以Daily Average来算 R3跟S3是以昨天的量来算 如果你不懂怎么算 忘记它 只要记得R3最高 S3最底 好 那如果今天 Resistance 跟Daily Average Resistance 重叠 并且量总完了之后 那大概什么 代表已经是到了最高 或者到了最底 所以你不应该再做买 或者做卖了 应该是做反弹 了解吗 还在 还在 好 那我确保你都还在 好 那现在来看 这情况是 如果我把它放细一点就明白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可以做卖了 好 注意看 今天一辆 已经跑完了 好 刚才从9号下来到8号了 好 上来 Daily Average Resistance 在这边 Resistance 2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 这边两个 Resistance 两个主力在这边 而且一辆跑完了 所以这个地方很可能 有机会怎么样 回调了 所以假设 如果没有任何 基本面因素之下 那这趋势应该怎么样 回来 大家可以了解吗 可以了解 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 好 看看 刚刚情况是 这个叫奥币 好 奥币对美金现在 的情况是 Socca是你在底位正交叉的 所以现在本个是 从底交叉之后 突破20元 然后朝上 所以我这一波 就应该完成了 好 那像我们看 今天预测 可以跑1400 518 今天也跑了1700 目前靠近最底 只有7深 9点 靠近最高 是1639 好 这样子来看的话 它是靠近高还是靠近底 底 好 再加上量跑完了 而且今天的Support 在这边 Support 1在这边 Daily Average Support 现在Socca已经 从这个地方交叉了 要上了 所以这样子情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们应该是做满 而不是做卖 可以了解吗 OK 好 那现在我们来学的东西是 一个一个条件 怎么去做 OK 好 那现在我来跟大家回顾一次之后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课 OK 好 那其实我讲了一个小时 刚才讲的是配话 OK 好 现在我们来看实战的时候不做 好 我们来看 黄金 OK 好 那黄金现在它有点点上来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 OK 好 那刚刚讲过说 好 黄金刚刚讲过说 如果要做点的话 基本上它从这个地方 OK 好 红色点出现之后 红色的蜡烛在红色线之下 然后这边它只要是红 或者是从高位下来的深蓝 就有机会可以做蝶 OK 好 那问题来呢 假设今天情况是Sokasi 如果靠近二水的话 那这个情况是我可不可以做卖蓝 可以做卖 有可能会蝶 OK 但是它也可能是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Sokasi它靠近二水的话 它会怎么样 有可能交叉之后 弹上来吧 OK 好 所以如果做蝶的话 基本上不太理智 好 那但是 有可能是 它会跌破二水之后 持续弹整 然后一直往下尿 所以就是可能发生这些事情 OK 好 那我举个例子是 我们这样子看 我在早前 这边有给大家一些例子 我们来看看一下 嗯 在这边 GU EU U 嗯 BREAKUP BREAKUP SIGNIFE 在这里 COLNATION RENCHMENT BREAKUP OK OK 在 在 LOOKUP 在哪里 在这边 在这边 OK 好 那你们看看这张图 OK 好 你们这样子看 你们觉得它应该是深还是脸 跌 OK 好 那有人觉得是深吗 有人觉得是深 你个 OK 好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深 啊 对 那 它插上面的胶材了 OK 好 那它插上面的胶材了 那它插上面的胶材了 OK 对 这边 交叉上去 交叉了吗 所以 你的做败的原因是因为它交叉了吗 对不对 它差不多交叉了 OK 那上面那个 呃 今天最高的具体画有两条线 不好意思 OK 这边画上两条线 这边跟这边画上两条线 OK 好 那基本上你的管理是对 好 那今天你觉得做败的答案也是对 OK 那这样我讲的很废话 OK 那我解释给大家听 为什么 它可能是涨 也可能是跌 OK 好 那我们先假设我不考量任何其他的一些support point 就可能说我看debit chart啊 看新闻啊等等 我先不考量 我们知道呢 也就是系统来看 OK 好 那系统来看 我们知道说如果要做跌的话 那首先是 红色点出现了 OK 而且红色的蜡烛在红色线之下 那就为跌式 OK 好 再来 下面 MSD它是朝下 OK 所以它是朝下往下走 OK 那它会不会从胜蓝到先红 可能 OK 好 那现在看 这两条socastic它两条交叉 OK 但是它交叉了之后 它还没有朝上 也可能朝下 OK 好 那这样子来看 我要怎么决定这张单我要做买还是卖呢 OK 好很简单 假设 这样子来看的话 根据我的经验 通常它会先上 才下 它会先上才下 OK 好为什么呢 它大体可能是下 但是它会先上了一点之后 才下 OK 好 那这个时候 你做买单的话 你的潜在风险是 它会上多少 OK 好 那我们来看 今天这边预测它可以跑1439点 而且已经跑了483点 OK 好 那我给大家说 11点是朝下 靠近最底 412点靠近最高 所以说 如果从这个地方开始反弹 索卡式交叉上来的话 那应该有机会给跑472点 OK 但是前提是 我刚才讲过 如果交叉了之后怎么样 一定要先通过二旋 它才算 OK 所以如果没站上二旋 先直上之前 你不要做买单 OK 所以因为它可能会直持续下 OK 那如果它一直没上 它一直往下的话 OK 索卡式交叉了之后 它不朝上 都是朝下 那这样情况 应该是做卖 而不是做买 OK 好 那我懂 当你在真正做答案的时候 你会面对一个问题是 你站在十字口 你不懂它怎么做 OK 那今天假设 你觉得 这样子它下的话 它未来下的工件 还有一千点 因为1439 减掉1483 它应该带到一千点可以下 所以这样子来看 红点已经出现了 所以它还有千点的碟式可以下 好 那你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把你的单分成两张单 OK 好 举个例子 今天我可能有一手的子弹 OK 一个lock 那我可以把它分成两张单 半个lock 半个lock 所以我先在半手 在这边 进场 OK 现在进场 如果假设这一波 它真的是下去 那我有亏吗 没亏 我最多少赚 OK 好 但是它sokasi交叉上来之后的话 OK 你可以选择不做单 不做买单 你可以等到它上到高位了之后 sokasi交叉要下的时候 再从高点再做卖 所以就是说你把一张单 变成两张单 一个在这边进场 一个是等到说更高位之后 再从高点再往下做口 这样的意思可以了解吗 OK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法 可以把它分成两张单 好 那就是之后的一个情况 它在之后 跌下来 长这样 在这边 好 之后它跌下来的 就变成这样 所以情况是 它在出现大红点之后 它就一直往下掉 往下掉 OK 所以它从483 然后点到1087 OK 可以看到 它sokasi一直 它交叉了之后 它一直没有上去 它一直在第二圈 一直往下跑 往下跑 出现到第一个 红色的MSD 以这样子来看 它会不会距离点 应该还有机会距离点 为什么 因为MSD才刚刚出现罢了 好 但是问题来了 它靠近敌人 所以如果比较保守的朋友 那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选择 不做 等 等到什么 等到去到最底 因为已经靠近最底了 好 通常在这时间点 为什么这样不做呢 原因是因为 它已经过了一些方航时间 就是 比较波动比较大的一些 market 所以 通常这种情况是 等到晚盘 才会出现的 好 那这是一个节点 拿到一个case study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的一些情况 怎么样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的东西 是看看我做的大马 好 所以现在没有上 gf还在上 aj 在这盘折 ac 还在这盘折 还没有真正上 好 那现在 我开始来讲 一些东西是 我们怎么样 从一个大体趋势 开始慢慢分析 整波趋势 升跟跌 那首先 刚刚开始跟大家 讲过的东西是 我们怎么要分析 一个趋势 它是升跟跌 基本上 我们会从大体的趋势 分析了之后 再把这个趋势 把它化回很小 然后再用短线进场 好 那基本上 我们这是 GPP AUD的一个趋势 如果你们在 早前的两个礼拜 有注意到我的Facebook的话 那你们知道 其实我在两个礼拜前 当它在这个时候 我就给你们讲说 这张图 只要它跌破了之后 这边就会往下掉 好 那在早前 这边我做一辆卖单 但是我已经收掉了 因为 它只有一些反弹空间 好 那现在我们这样来看 首先 我们要怎么去分析一个趋势呢 你们这样来看 大体来看 现阶段来看的话 它如果有下跌的话 它下跌的层面会怎么样 肯定比升跟层面比较大 所以这样来看 其实大体是跌 好 那大体是跌的话 基本上就有两种可能性 一 英镑走软 二 奥币走强 所以只要符合这两个条件 那英镑对奥币就会跌 OK 所以这是我们了解的情况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技术面 我们看技术的角度 首先 看到这边是一个三角形 OK 如果上过高级特别人 会知道说 直接就要跌三角 所以 只要跌三角 从这个地方跌破了之后 这边 最高距离挡多少 它就会掉多少 OK 好 那这边最高到最低 1.99 跌到1.46 基本上这边跌接近5000点 所以说 如果这个地方跌破了之后 保守武器它可能跌到5000点 应该要到这个白子线 OK 所以这是我们从技术角度 从大线图所推测到的东西 OK 那我知道了答案之后 那我怎么做 很简单 我这样把这个资讯拿回短线 就在蓝线图当中 做跌就好 OK 所以我知道说 现在区别人要是看跌嘛 所以我在蓝线图当中 追红 不追蓝 这样可以了解吗 OK 好 那我可以给你们说 今天基本上 GP-AOT是一面直查 OK 好 跟你们讲 现在情况是 如果把它放大 你会发现说 基本上 这一条白子线 可以调直整那边 OK 所以这边是目前为止的盘整通道 OK 如果只要明天开始 澳币对美金 如果它持续走跌 这个货币叫银币对澳币 会持续走涨 OK 只要它可以站上这条线 在1.48以上 OK 或者是1.5 1.95以上的话 那未来这波趋势 会看涨 所以它早前跌下来的趋势 怎么样 有可能会反弹回去 所以如果说这个支撑还是很强 它没有办法跌破 OK 好 那第二种情况是 它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它会怎么样 今天结束 它没有办法站上1.9 1.95 或者1.48以上 所以它这边就形成两个高点 所以明天之后 只要它这个地方没有突破 往上 它明天会怎么样 往下 所以未来几天 它应该是往下走 而不是往上涨 这样可以了解吗 OK 所以就是技术上的角度 好 那我要怎么把这个东西 拉回短线去做呢 OK 好 所以我就会把这个资讯 带回去 蓝物质桶 好 蓝物质桶要怎么做呢 我把这个东西 放小一些间 好 我把蓝物质桶 放小 好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可以看到 如果在那边画上 你要白省线的话 你会发现说 今天 这趋势基本上 它有一点点的 突破早前的高点 但是今天的高点 基本上跟早前的高点 是一模一样高 所以说 今天基本上 是一个 你很好做卖单的一个时间点 为什么 因为你卖在最高 如果它要突破往上的话 可能是明天的事情 但是你在最高点做卖 如果它没有开始突破的话 哪怕你中止损 你亏损了出场的话 你亏多吗 亏不多 因为你卖在最高 你不是卖在最低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知道说 这样的局势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突破 明天之后 只要它没有突破这条白省线 你今天可以用 如果有带电脑来 你可以在你的GDP 当中 画上一条白省线 在现在的情况 你看到两个高点在这边 那明天之后 只要它没有站上高点 它明天就怎么样 一直往下掉 所以明天开始 你就追红 不追蓝 这样可以来解我意思吗 所以明天开始 基本上趋势是怎么样 会往下掉 所以会往下掉 保守估计它会掉到哪里呢 我们从这个趋势来看 保守估计它可以掉到1.295左右 所以大家说 它这个地方开始回撤的话 应该有机会可以回撤到这个白省线这边 因为早前的几天 基本上它都在这个地方 持稳 1.495到1.925 基本上这边有两千跌 所以就是说 基本上这边它还可能 有两天左右的跌幅 可以往下 所以基本上说 明天开始没有突破 我们就一直追跌 所以追红 不追蓝 所以这是我们怎么看大线 拉回短线 跟着做的一个方法 那对于这个方法 有什么地方 不太了解 需要我补充的吗 可以了解吗 用天 或者用for hour 基本上 我的分析有两种 一个是长线 一个是短线 那基本上 我在家里会教的东西短线 长线的分析 我们分析的东西是下一波 就我跟你分析 下一波它会成哪里成哪里 从哪里应该进场 哪里不是一个很美心的那边 所以在这个东西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可以讲下波应该怎么跑 我举个例子 我在昨天就post了一档图 昨天它的图叫trent 在history 所以我做讲识不简单 一边要讲课 一边要讲语 然后又把牌照起来 变成讲课内容 所以不好打 所以不要想做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trent的这边 那在昨天我就post了一张图 叫gppuxt 18号 是昨天 基本上我们在大线图 祝你们在上午高级的时候 会教你的东西是 我们怎么twister趋势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用的东西是 next chart 就是空图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每一样东西 是我们自己放进去自己加 然后twister下一波 ok 那在这边你看到 请搜这条线 是为一个上升通道 ok 那上升通道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今天基本上大体群是往上跑 ok 那给大家这边是一个a point 这个是b point 这是c der point 那上升通道给大家学一堂课 什么上升通道呢 只要符合上升通道 未来上升的机率 会比跌势机率更高 ok 那我要怎么去定义 上升通道有两点 记起来 第一点 这边会有a b c d e f g 我不管 ok 那今天要记得说 今天它上升的话 那今天高点无端会被抬高 回去走越高 ok 低点会怎么样 也是跟着趋势走高 所以简单来讲 c点会比a点更高 b点会比 所以低点会比b点更高 ok 所以就算这个d 到了这个顶点上不去 它下来的话 e点也会比c跟a更高 所以这整体会怎么样 走升值 ok 但是在它迈向高点之前 它一定会有个阻力 ok 好 什么叫阻力呢 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你们注意看 就是一个a b c d 好 看到 一样a b c d 所以它要到d point的话 d point一定比b会更高 好 但是它要创造这个高点之前 它一定要先突破这个阻力 所以其实在昨天 anjet e us也是已经突破了 所以昨天我在下午分析geu跟nu 基本上这两个pack已经达到了 它已经突破了 所以它的上升通道基本上已经完整 ok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定义上升通道呢 就是高点会更高 低点也会比之前的更高 然后一定要突破了 找前的就叫突破点 它只要突破了之后往上走的话 未来升次机率会比跌次机率更高 那大家到了d point之后 可能上不去了 它怎么样 要向回车 ok 但是回车的话 基本上大体其实是往上升 ok 就算它从高点往下回车的话 基本上这叫回调浪 ok 什么叫回调浪呢 基本上回调浪意思是说大体是升 但是它回调的话 基本上只有大体升次的一半 就说举个例子 a b point可能完成5000点的升次 ok 好 b到c叫回车 ok 就回调浪 回调浪大概只有2500到3000左右吧 ok 好 那从c到d 它可能完成6000 然后d到e的话 可能只完成2500到3000 又再回车 然后一次类堆 这整体都是升货跌的 ok 所以这是我们怎么分析 所以我明白了答案之后 那我怎么样 我会在栏目这种做买单 ok 举个例子 昨天你可以看到 gyu最底在我们家会 接近最底的价位是在c point这边 接近在1.472左右 ok 1.472左右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就在银棒兑美金的时候 我在这边做了一张买单 看到吗 我在昨天最底的时候 那边做了一张买单 虽然这种是红 可是为什么我做买单 因为我在天图当中 我在天图当中 所以在四个小时图当中 我也知道这一锅 它是 你看虽然这个是很低 这样子看的话 可能我应该是要做卖的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到了最底 收盖上来之后 我反而是做买 我不是做买 ok 好 为什么我会知道呢 原因是你看这样子 昨天其实我在print screen的时候 它在这个point ok 所以它一度涨到最高在哪里 它昨天一度涨到最高在1.51 昨天最高在1.51 在这边 所以你看昨天的高点 对预测deport应该在1.488到1.49左右 ok 那现在看 现在的高位在哪里 1.485 ok 所以说其实它高点在这边来看的话 两个solid candle在这边 ok 这价位如果画上一条线 在这边放上去的话 这个地方叫1.5 ok 好 1.5跟我刚刚看这张图 叫1.49左右 基本上 差不多有待在这地方了 所以可以看到 现在蓝鲁鲁鲁鲁 基本上 它是已经出现红色点 然后慢慢的朝向跌射了 所以就说 基本上现在的英镑对美金 是属于什么 回调了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一波它会短暂回测 ok 然后到了接近1.48 1.48左右 我们待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再碰到低点 再缓弹 去到更高 所以未来银鲁鲁鲁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它现在会跌 但是到1.48左右 又会再坦上去 去到更高 可能去到1.51 站上去了 所以就一直往上走 所以这是我们主要用 Netchart大线图 分析了之后 再把这个东西 带回短线图 跟着去做 ok 所以说我们其实分析 每一个进场点都需要 每一个关键在那边 ok 那在下个礼拜 基本上 我的高级课 会在下个礼拜 六晚上 ok 如果你没上过高级课 那这个月你一定要来 为什么呢 好 这个高级课 我会教的东西是 记得 从4月开始 未来的下半年 会交付不一样 好 怎么说呢 第一点 会教你怎么样去制定下一个 就是这个trend还挺大 我就跟你说 下一个trend应该会到 ok 所以我会用两种方式去分析 ok 从天图分析了之后 我们再拉回四个小时图 明白了这个趋势之后 那我会用两个market 一个叫forex 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forex 在forex market当中做的 ok 第二种方式是我们在binary option 所以就在期权的方式做到 ok 好 期权有两种方法 一是给没时间的朋友 ok 举个例子 今天我可能是在新加坡做工 我每天早上来回 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看牌 ok 今天我知道了 这边也会有ABCD块 ok 那未来这边也会有3000点的涨幅 所以我可以买明天或者后天的期权 所以期权跟forex有差别呢 简单来讲说 期权跟forex最大的差别 在有时间点上的限制 ok forex基本上你买了之后 你只有两种情况会被关单 一种是你钱不够 或者是你碰到你的source 所以它就把你关掉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 你到了你的盈利点 就是你的止盈点 它自动把你关 所以不然的话 它会放在里面是没完没了的 只要你的钱比你的亏损少 就没问题了 所以它会帮你关单 ok 好 所以就没有时间上限制 可以放一年两年十年都没问题 但是在期权方面 最大差别是它有时间上限制 所以你可以买一分钟 可以买十分钟 可以买一天的期权 或者买一个月 好 就是说未来我觉得它会从这个价位往上涨 所以我就买了一百块两百块的期权 我觉得它会涨 所以时间到了之后 只要它离这个价位上一点 你就赚钱 上一点就够了 所以这边会有两千多点上升空间 我只要它赚一点我就赚钱了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会在本月高几个 现在KO先交 KO交了之后 下个礼拜我再KO 所以下礼拜回来之后 我就在JB交这堂课 ok 所以未来下半年开始 我都会着重于在于怎么样 用两个Market一起做的 ok 好 那我教你怎么样把货率最大的放在Forex 货率最少的放在Binary ok 所以基本上Binary只是一个Market 让你解决没有时间上的问题 第二点是你在Forex亏损了之后 我教你怎么样用Binary 把赚的钱放回来 就很像一般上我们玩Share 玩Share 我不会做Sale 所以我会怎么做 我会在Intext做Sale 大家理事可以了解吗 所以我知道这个会跌 但是我不会在真实的Share Market做Sale 所以我只可以在Intext做Sale 再这样理事 ok 所以我们一样的用两种方法来做的 ok 所以未来的高几块当中 我会集中在这两个P 所以教你怎么样去制定下一波局是升 或者是跌 ok 那这是我们怎么去分析的一种方法 好 那先我们再来看 现在银棒开始慢慢在跌着了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刚刚的黄金 ok 现在在反弹中 奥币对法郎 奥币对瑞远 奥币对美金 ok 所以现在还在盘整 好 那现在我们要学的东西是 好 这边教大家两招 教大家怎么去分析一个趋势 ok 刚刚整个路上片你们已经明白了 ok 现在教大家两招 是你们可以回去学以自用 而且你们一定要把它用了再用 ok 未来因为有两个market 一个是forest 一个是binary 教大家怎么样利用这两招 每一天撞 你要的数目就够了 ok 那我先讲解之后 再教大家怎么去制定你们的plan 好 那首先可以看到说 在图当中 他会有三个market 一个青 一个蓝 一个红 会有青蓝蓝蓝三个market 好 青蛇代表Asia 蓝蛇代表Yuro 蓝 红蛇代表US 好 首先看到整个青蛇这边的尾端 是个蓝蛇重叠 蓝蛇的尾端是个红蛇重叠 ok 好 那基本上Asia market 早上五点到跑到五点左右 ok 所以基本上是有New Zealand Australia Japan Singapore Malaysia 这个是什么 还有New Zealand Australia 中国在这里市场 ok 好 蓝蛇基本上就是蓝跟啊 Europe 这些国家跑不掉 ok 还有Shift Ranch 好 再来红蛇基本上就是US他的 ok US跟Canadian 好 那基本上这三个market 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 ok 好 注意看蓝跟青重叠 跟蓝跟红重叠 这两个市场 好 一定要竞争这两个市场 这两个市场是每一天最大的波动市场 就叫黄金 黄金盘 ok 好 那这两个黄金盘记得 那是每一天的三点到五点 跟八点到十二点 这两个交叉时段 ok 好 那这两个交叉时段 当中 你要怎么做呢 好 很简单 好 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 你们去做东西是 因为今天market 跑完了 所以我会东西夹 ok 好 大家可以做一个测试 好 怎么说呢 我举个例子 你们可以看的是 在这一边 ok 看看一下这个例子 在这边 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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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你们注意看 在这边情况是 你在青跟蓝 重叠的时候 ok 这个 这个比较美 我找一个比较 我画好的 UJ ok 好 首先你要怎么做呢 好 你在三点之前 OK Market Market overlap 是三点到五点八点到十二点 ok 你在三点之前 跟八点之前 可能前五分钟十分钟 都ok 你不要三点之前是一点 不要八点之前是六点 ok 不要 不要近一点 ok 可能三点左右了 你在青蛇比跟青蛇比 各画上一条线 ok 好 那各画三条线之后 你要怎么做呢 好 在三点open market进来之后 你就发现要说 纳烛银怎么样 怎么样 在这两个重叠时段当中 已经进入这个重叠时段 就是这个 这边进来第一个蜡烛之后 ok 好 你看 它是倾向于升 还是倾向于跌 ok 好 它没有突破上面那条线 跟没有跌破那条线之前 跟之后 都不要乱做的 ok 好 怎么说呢 首先它因为靠近这边的时候 大概怎么样 有机会做跌嘛 ok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红色点 红色蜡烛在红色线之下 而且是偏零的 就我们叫背零 所以背零的情况之下 它未来跌势几率 会比升势几率更高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下面的MACD 依然是红色 首先现在明显从上交叉了下来 所以这整个数据告诉我答案是 倾向于跌势 ok 好 再来 今天倾向于跌势的话 你可以发现说 今天一撤跑926点 目前为止就跑了306点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趋势下 我要多少点空间 620点 ok 好 所以在于这620点当中 你要拿多少点吧 所以讲不要讲 620你可以拿650 这样就可能比较过分 所以620当中 可能拿200 300 这样还ok 这样可以了解一次吗 ok 好 所以只要交叉完之后 如果它跌破这条线 ok 朝下的话 那这个二号 这个二号 可能从高点下 所以这些答案都告诉我们 这个趋势怎么样 从高往下掉的一个跌势 所以可以顺势走跌 还有620点的空间 那我就可以做卖单 ok 好 所以我就在这边做了一张卖单 当时 ok 当时我做了一张卖单 好 那你看到这个是一个Live account ok 所以我们骗你 好 那之后情况是 它从这边往下掉 刚刚是926码 刚才926码一样的图 ok 所以应该是JP1 所以只要它跌破了之后 你看 只要交叉完一跌过这条线之后 就追跌了 ok 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玩法 所以当时我这边已经是接近TP了 ok 所以为什么放这边TP呢 这个原因是早期的低点都在这边 然后JP1在这边 所以我大概在中间 我撞了一两百点我就跑了 ok 所以基本上这个玩法 是一个很简单的玩法 怎么做呢 记得 两点你要记得 第一点 你在3点跟8点之前 你在青跟蓝的顶跟底 画上讲线 3点在青的顶跟底画 8点之前在蓝的顶跟底画 画了之后你就看到 顺势冲还是顺势跌 所以顺势冲就用Bine 顺势跌做Self ok 但是你要注意的一点是 当时的蓝系统是属于生肢的Self 还是Self的Self ok 那现在我们讲简单的 ok 下个礼拜我教你们难的 ok ok 我看大家的样子很像不行的 我就讲简单的 ok 那我们来看 简单是什么呢 简单是要顺势 就是说如果它是顺势生 我们就做Bine 顺势跌我们就做Self ok 那首先来看 刚刚我们讲 这一个红尘蜡烛 基本在红尘线之下 要偏离嘛 ok 然后上面是红尘点 ok 也是 那这样子跌的话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MACD是红 然后Self 是桥下 所以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知道说只要跌破红尘线 跌破了就是直尘线 往下走 那就叫什么 就叫跌式 所以我就可以顺势做卖单就好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例子 GEO 我们看看 REO GO 2.2 25.1 D20 ok 这个已经过了 那这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 我会先在这边的开盘之前 我会在顶跟底画上条线 ok 顶跟顶画上条线 所以 看他开始慢慢站上条线之后 倾向于这边 你看一开盘之后 他是倾向这边的 一开盘之后 他用手底慢慢往上爬 所以一进一开盘之后 他在这边 所以一开盘第二第三个蜡烛之后 就突破这个往上走 所以这边才是第三个蓝点罢了 所以他的蓝点是刚刚出现在第一个蜡烛的时候 出现的 ok 所以一突破了之后 他这边就往上走 ok 他就往上走 所以这种叫break out ok 所以这是第二种策略 所以这个方法非常之好玩 为什么呢 好 我解释给大家听 两点就明白了 第一点 一般上currency cross pay和major pay 加起来大概有四十多种 ok 每一个pay有两个趋势 ok 一个是 所以每一个pay当中 他有两个时段 一个是三点到五点 第二是八点到十二点 好 除此之外 他会有顺势 跟回调式 所以基本上四十八个pay 我不要讲多 你拿二十个pay就好 ok 十个pay就好 十个pay你做一波 顺势一波回调 你就两波了 ok 所以你讲在这十个pay当中 有二十个机会 你找不到二百点 三百点 五百点的机会吧 有 ok 所以多做得到的 所以说你要花时间 就是说在market开盘之前做点功课 去找他是靠近身 他是靠近底的那几个货币队 把他找出来 如果找不到这样子的一些market用紧 他可能需要最高的 不用担心 为什么 因为他到了高 还有一回调式 ok 所以会有两种策略给你去做 好 那对于这个breakout system 或对一个breakout策略 有什么 不太明白的地方 我需要补充的吗 有吗 你们还在吗 还在 吓死我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现在就是一个breakout方法 ok 好 那第三个方法 基本上就是我们抓回调 ok 抓回调基本上怎么做呢 很简单 你只要找 ok 我们通常做的东西是 顺是一波 回调是第二波 所以我只做两波就收工了 ok 好 那你要做单的话 基本上不要超过这两个track 好 我做一个解说 在 这边 我们来看看一下 ok 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是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ok 好 我先给你们看这个图 刚刚我们看的时候 我这边讲说 这个GPP AOD 它可能到这边就反开了 ok 所以如果你们了解过一些 candacy pattern的话 就是说假设 在12点之前 它结束了之后 是以一个倒转锥头 形态出现的话 那我要攻击你们 下下请你吃饭了 为什么 应该叫我做style 然后赚钱 ok 那未来这边有2000点的跌幅 ok 所以因为这是高点 所以记得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止损放在线之上 ok 只要这波没有突破往上的话 这边就往下 ok 好 那什么叫顺势 什么叫回调式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好 举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边 嗯 这一点 ok 大概是这样 或者是这边比较好 这个比较理解 好 那是怎么看 在这边的情况是 它从底 上来之后 回调 然后一直在这个线的盘旋 ok 然后从这个candacy 开始交叉上来之后 它就站稳在 这个均线之上 所以看到 蓝色大主在蓝色线之上 就是出现蓝点的话 那未来有声势的一个空间 ok 好 再来 看到这边出现的第一个 鲜蓝色MSD 所以 其实只要慢慢吵上的话 那这波会怎么样 一直 往上跑 ok 所以这波是顺势 所以这波一直慢慢慢慢走生了 之后 你知道说量跑完了 你不应该在这种买了 ok 所以就把你赚钱的单关掉 然后从高一点 然后坐下 好 高一点你要坐下 叫回调式 回调式我要注意些什么东西 第一点 量跑完 就是Denic average 跟Todarian要满足 或者是Todarian大于Denic average 代表说量好超过了 所以应该要回调了 ok 第二点最好是碰到R3 或者S3 第三点 最好是S3 跟Denic average resistance 或者是support重点 是最美的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完全perfect ok 好怎么说呢 Denic average 跟Denic average resistance 跟R2 是碰到一起 而且是跟两天之前的高点 是一模一样高 跟两天之前的高点一模一样高 我们来看啊 两天之前的高点在这边 9A在这边 所以这样子来看啊 这个阻力是很强 所以我在这边做sell的话 我的沉默率是非常之高 ok 那要多些大家 刚才给大家的提示 哇 今天我靠大家的提示 赚钱的 不错 那为什么呢 因为它遇到高点之后 开始慢慢伤害 所以这蜡烛一直往下爬 ok 所以我在那边不小心 手按到太快 因为我做了点一下 按到的铁 所以还不错 可以赚钱 ok 所以谢谢大家的提示啊 好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的AUD CHF 应该也开始慢慢上了 然后还有AUD UISD ok 好 那先给大家的补习是 现在它在support one这边 所以下次我还是交叉了 要期待慢慢下来 为什么 因为GPP AVD已经开始慢慢下了 代表什么 代表奥币开始慢慢走强了 所以奥币对美帝 开始慢慢走强的时候 奥币赢币对奥币会下的更多 奥币对美帝会上更多 奥币对美帝会上更多 所以我应该这三张单 应该都有机会 在等下重弹 ok 那大家我们做回调是 要符合刚刚那几点 但是你做回调是 有两个东西你要去注意 第一点 你在做回调的时候 前后有没有新闻 ok 举个例子 现在我在中点半做回调 就是已经符合所有条件了 我做by ok 好 但是可能十分钟之后 九点四十分 他出现消息 所以消息可能直接影响到整个趋势 ok 所以这点是你要记得的 所以要确保等下没有任何新闻 会影响到你的单 就可以做 ok 好如果有 可以等新闻之后才做 了解吗 ok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说 今天你做了之后 请不要一直在电脑前面看着他 ok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因为你看他而改变 了解 ok 所以通常这种趋势 我们要等到最快十一点之前 最慢一点 凌晨一点之后 ok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经验之谈 那通常在十一点之前 这段趋势 通常趋势跑完了 没有新闻了 所以他会做调整 ok 如果在十一点前后 他还是在这地方上上下下的话 那不用担心 你可以去睡觉 只要把TP收到下来就好了 ok 那他大概会在一点之后 为什么呢 一点之后大概是美国 美国市场的五行 所以通常在这段时间是没有market 就很像我们马来西亚的KLCI 在十二点到两点这段时间 是close嘛 你是不会做买卖的 ok 但是你做pending 所以在凌晨三点之后 所以凌晨一点之后 进入了一个下半段的一个share market 的一个trading time之后 那market就会在跑 ok 所以通常你们做回调比较慢 所以他不是十一点左右获利 就是凌晨跟第二天早上最获利的 ok 所以你要做东西是不要看着他 因为你人容易被牵动 ok 所以你要做东西是很简单 今天你做了一张买单 或者是最高做sell的话 你要做的东西是算法 ok 怎么说 好我举个例子来考一考大家 好那首先跟大家讲东西是 通常我们做回调是 我们会拿这一波的30% 好举个例子 从最底到最高今天跑的2500点 ok 好我会拿这2500点乘上30% 为回调式 ok 那2500乘上30% 为750点 ok 750点的话就是说 我从最高做卖的话 我可以最大获利为750点 了解 ok 好那问题是 我要怎么去设定 我的TP和Solos呢 简单 好永远记得 你的TP为一份 Solos为两份 ok 好那为什么要做呢 因为他已经去到最高 你现在做的是高点回调 因为他去到最高了 跑了完了一天2500点量 他会不会再上多2500点呢 有可能 但是基地高吗 很低 ok 好那我们要买个保险 举个例子 他从高一点回调 可能 可以回调70000点 ok 你要注意东西 第一点是 你当Solos做卖的时候 其实你距离最高 有多少点 ok 虽然现在最高 最低跑2500 你在看似很高的价 会做Solos 但是可能这边 你做Solos的话 你上面这个数字 告诉你是 150 下面是2350 所以肩最高最低跑2500 所以说 其实你离最高 下来 已经相差了150点 ok 好 据说750点 你要减掉150点 你只剩下600点的潜在股间 了解 ok 好 那再加上如果接你水肩 是120点的话 你只剩下480 好 平静老师讲过后 2500加上30% 750 我就把TP 设定750点 所以其实真正是多少点 1000多点 ok 了解吗 因为750点 是我的tap profit 150点 120点 是我的水钱 ok 然后我离最高 是150点 所以其实是750 加120 加150 了解这意思吗 所以这样加起来 应该是1000多点 所以不是750 所以有时候 你hang的话 赚钱 有时候你说起来的话 你觉得可以赚750 其实还可以 尊重可能跑到750 但是你进场点的时候 不美 ok 所以最保险的价位是 你这边乘上30%之后 你大概拿20%就好 就是说 他这边可以反弹2000 啊 这边上升2500 ok 你算拿20% 就拿500点 所以500点之内 就是你的profit 所以这是比较理想 为什么 因为我取出水钱 因为有时候 人家很多新手 是不会算水钱的一个概念 ok 所以下一堂课 我会提早来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换起来 然后我告诉你们 整个趋势是怎么跑 ok 下堂课在下个星期四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们最近报告错时间 看看一下 我在下个星期一 会回到来 Jepi 我星期一在芙蓉 星期二在Cheraz 星期三在Cheraz 星期四在Cheraz ok 好 让我看一下 然后我下个星期一在芙蓉 星期二在Cheraz 星期三在Cheraz 星期四在那边 所以下个星期四 晚上同样时间 同样地点 那你没掉电脑过来 所以我会现场跟你们讲解 现场做 把所有东西跟你们讲出来 因为今天我讲一次比较多 在Theory 下个礼拜 是我们一起的话 一起做 然后我问你们答 然后我们一起做答 ok 会比较pro practical 在这边教你们怎么去做 ok 然后下个星期五 下个星期五晚上是高级课 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 帮你上我高级课的话 那你们可以去询问我的专业 然后这个下个星期开始 会教你们怎么去分析 未来下风的趋势 然后怎么去定 怎么去两个 就是Forex跟Binary一起用 ok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讲东西是 其实我们在 现在的一个叫 G&B box里面 upgrade一个service 这个service叫Signal ok 那假设你们是首三十位 在这个月当中 报名的朋友 那我恭喜你们 为什么 你们可以得到免费 终身的service ok 怎么说呢 你们在电话当中 可以录一个东西叫MT4 ok 好 录MT4之后 你 你现在会学了蓝红 学了breakout 学了大红给蓝点 嘛 懂到最高可以做回调 ok 所以你会学了这样的东西 但是你问题是 你没有办法在电脑当中看板 ok 所以只要你是VVIP 在这个月当中 首三十位的话 那 你会得到这个免费的service ok 那之后 second pair的patch 基本上 我们是以收费的形式来征收 ok 好 大概目前为止的价格是400美金一年 ok 所以你们可以得到这个service 所以每一天 基本上 我们现在放进的patch 是有十个patch ok 十个patch里面 会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 是当大蓝点跟大蓝点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第一波要顺势 第二种 就是在market overlap的时候 突破蓝色 突破青色往上 突破青色往下 或者是晚上突破蓝色往上 跟突破蓝色往下 跟突破蓝色往下 的就叫market 就叫breakout ok 第三种策略是到最高跟到最低的时候 抓回来 所以server都会直接detect到了之后 send给你 所以你可能在中国 或者是你在加探系的时候 所以突然就会收到一个醒的 所以醒的收到了之后 你就会根据这样的趋势 来分析进场 ok 好 那当然讲你要怎么成为VIP 你可以去询问我们的专员 更多一些细节 ok 那大家成为VIP当中 基本上有两个条件 一就是上我们的股票高几课 跟我的外卫高几课 ok 所以你只是报名上课 然后终身免费 所以这service 我们extra给你们 不小不菲的 是给你们的 ok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最新的研发 ok 好 那我们再来 好 跌了那么多 恭喜大家 带给几个头组 ok 我看赚了多少钱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的情况是 这张单 我刚刚用GA嘛 啊 赚了228块啊 不错吧 要不要管 要 要管吗 啊 要管了 不要管了 为什么有2000点的空间 ok 放这就好了 好 那像你们讲的东西是 刚刚跟你们讲的情况 是怎么样做短线 ok 我不懂大家有没有 在座各位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五吧 上个星期五 在Harris 听我讲Karris有吗 没有啊 啊 有啊 那你们有谁喜欢通知场线的吗 就是我们买了很像投资股票 可以赚股息 可以赚差价 2月1万 2月1万 好 那我给你们讲一个趋势 是你们要去注意的 ok 好 那基本上现在目前为止 你们的投资奥币 你们一定要测现在趋势 ok 好 奥币的趋势基本上 他每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会来一波趋势 ok 好 那我先把这个 跟人家 在这边 ok 好 那现在你们看的趋势 奥币的趋势基本上 他会每一年到一年半来一次 ok 好 来一次基本上 他会有好几万点的一个空间 ok 好 这趋势怎么看呢 首先你要选的东西是所有的奥币 ok 你要选的奥币 情况怎么样 你们注意看 在右手边这边有个表 ok 好 你们看下方这边有个叫红射箭头往下的 可能太小了你们看不到 好 这边有个蓝射箭头往上 红射箭头往下 好 上跟下 他旁边有个数字 好 今天GPAD 他旁边 显示的是 蓝射箭头往上叫 -21.96 往下叫positive 16.3 ok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今天假设你在做买单的话 每一天你要付21.96 perstandard lot的市场费 就是你要付利息 ok 但是请你做卖单的话 每一天可以拿16.3毛的利息 了解 OK perstandard lot depend你的区别 ok 那你要怎么样在这种货币流当中持有呢 很简单 选择所有奥币的群星 ok 如果不明白不了解 不用担心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step 你只要去YouTube channel里面 search GMFX 或者是 GermyFX ok 你在那边search GMFX 你会来个channel 一进去就看到一个帅哥 那我就往下拉 有更多更帅的 好 那在这边上个星期五 我在Harris 就对面大众书局里面讲了一堂课 叫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下一波期会在哪里 所以里面我可以讲了很多outbeat 很多股票 很多油气 很多钢铁的趋势等等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回去停 大概前后是两个小时 如果你没时间 明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我也会在对面的Harris 有一堂课 讲一模一样的主题 ok 好 那里面我也是讲一模一样的 那我会跟你讲 投资场线 要怎么赚利息 好 那上个里面我再算一算 如果你一百 三十千美金 就是带一百多千马币 ok 来做单的话 三到五年之内 你利息加差价 你保守估计 可以赚接近七十千美金 你投资三十千美金 你给大概赚七十千美金 出买 ok 那怎么做呢 简单来讲说 你买的 在不同价位买的之后 只有这张单 这张单每天可以利息 ok 好 那在这边我放大给大家看 好 看大家的样子 比较善良 好 那注意看 在这边当中 ok 不容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私利是不好的 ok 那么注意看 这样子排的东西叫 Swap SWMP ok 好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Swap 我账单叫GPIT AUT 我在2015年2月4号 Servitime 10.53.42秒的时候 我做了两个Standable GPIT AUT ok 我放到今天3月19号前后 接近一个月又15天 ok 大概是前后40 诶 3个月28吧 28加15 大概是43天 ok 我的利息为 1138块2毛3 而且我还赚了760多块 好 那当然讲你做这个策略有好有坏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买了之后 你是不可以一直看着它 为什么你看到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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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可以答案的 ok 好 为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好 今天 早前 我在这边做Serv 我在这边做Serv Serv到这边来 总共曾经一度跌了接近3000点 所以我这张单3000点 两个Sendable我赚了6500块 但是我没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为了赚利息 ok 好 现在涨回来了 代表说我6500块还有吗 没有了 现在只剩700多块 所以我中间随时落到5500多块 ok 好 假设今天我给你到这边 你赚了6500块 你会怎么样 一定是抓住你的手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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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把它关掉 但是你最后一定是关掉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6500块 profit 你会怎么样 你一定是把它关掉的 ok 当然要说 你要投资厂限 中间会有很多策略 ok 好 我可以给大家看起方式 其实今天我在澳币 英镑对澳币的时候 我在今天这边 我又做了很多张单 你可以看到说 今天英镑对澳币 我这边做了两张单 一张单 我在这边 在昨天的时候 英镑对澳币的张单 我赚了500多块 就是我0.56 赚了1000多块 所以其实 昨天那边涨上来说 我在最底这个地方 做了一张买单 所以我今天关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涨 涨到了这个顶 所以我就把